听说这老头挺好说话的 以前呢 是挺好说话的 但是现在呀 可能不太好说话了 但是我 我还听说啊 你都听谁说的 老孙头的姑娘 我未来的媳妇小翠 都她说的 我找她去 我是她家掌舵的 以后有啥 找老孙头找小翠 一切不好的事情 冲我来 不要说你也挺仗义 必须的必 说 你说咱俩聊半天了 我感觉大家挺有缘分的 那你要这么唠的话 何止有缘分呢 那还缘分不浅呢 说坐坐坐 那个我问一下 小翠是不是总让你给送快递 天天麻烦我 这就是没结婚的 我要是结婚了 我绝对管一管 这也太能花钱了 天天麻烦那得花多少钱 猪贝家嘛 还行啊 那还行啊 我请她吃饭 你说她多任性哦 她不吃蒜 不吃茄子 她吃蒜茄子 这个跟我有点像 我呀不吃辣椒 我呀不吃辣椒不吃酱 吃辣椒酱 我请她吃扇贝 她不吃肉 她吃粉 吃毛豆呢 她光缩了水 小翠啊 有点任性 叔 这个菜啊 小翠做的 公鸡炖母鸡 鸡蛋炒鸡爽 大米饭盖饭 你说这个浪费娘子 你说这都她做的 啊 这我败家吗 谁败家 说谁败家呢 不是你组一句败家 又一句败家的 小翠咋的了 有点天真 有点任性 咋的了 平时愿意花点钱 咋的了 我是她的 我愿意吐着她 愿意惯着她 咋的了 你是谁 我是她的老孙头 爸爸 我没你的儿子 我没你的儿子 叔叔 叔你 你坐 你坐 叔啊 我这有眼不知太闪 我鼠目寸广 这么聊 你看着吗 我为了赔礼道歉 我干了 不是 这酒怎么能这么喝呢 什么意思 两杯 叔 我错了 别生气 这小伙子 你这酒怎么能这么喝呢 叔啊 我真不会喝酒 你看 我火了 我说这酒挺贵的 你怎么能这么喝 你白瞎了吗 你 也没给我留一口 哎呀 叔啊 你这什么 你看我误会了 那个 我爸有眼不是太善 你说你进入这么半天 你说我咋就没认出来呀 我说你这小伙呀 也挺实在的 啊 说你比我实在 小翠都跟我说过啊 我小翠小时候啊 他妈去世的早 你呢 又当爹 又当妈 一把屎 一把尿的 把他喂大了 口 一把那个就是 把他抚养大的 所以你老人家呀 厉害 还行 厉害啥呀 我呀 这脾气不挺怂的嘛 嗯 不怂 那叫有修养 我抠啊 那不是 那叫勤俭持家 关键我跟老太太打扑克 我偷大王呢 是吧 不对 那叫集中生智 你还拉倒吧 这是我再搞冒 小伙子 他你也挺实在的 哎呀 你们呢 还挺有心一点的 你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还给我准备一桌的菜 是吧 叔 你今天过生日 亲爱的 我回来了 哎呀 哎呦 可累死我 我姑娘回来了 老爸 你看 我姑娘这小样多招儿戏啊 是招儿戏 是我帮他拿点菜 哎呀 你这我这菜还买啥菜 你想 啥叔回来的 刚回来 他怎么那么当事呢 小翠儿 今天你爸 被炒鱿鱼了 炒啥鱿鱿鱼 今天你俩 你俩敢在嘀咕啥呢 那啥 我希望你回来 我给你炒盘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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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